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提到唐庭书去世 上海轮船招商局 特意在公积金里 撥出白银一万五千两 作为唐庭书的特别辅述 又在招商局的轮船里 选出一艘最好的船 将它命名为庭书号 以表示对唐庭书的永久怀念 到10月15日 上海轮船招商局派出轮船 经过海河驶出 运送唐庭书的灵鳩回到广东香山 外国领事馆 外国洋行自愿组织了一支 由十三艘轮船所组成的护航船队 从天津到上海 一路护送唐庭书的灵鳩回到家 中外商界以最隆重的仪式 向这位白志不留全力推动中国 向现代化转型的广东商人 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在风云动荡的变革之制 越商对洋务运动 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除了创办新型的企业 这两家还其次鲜明提出了双战救国论 因此知名学者洪月之先生 评价正观认为近代通人 在越商群体里头 荣宏专注于西学东占的教育计划 徐润唐庭书专注于航运 铁路开矿等现代化产业的开拓创新 那郑冠英比他们舍触的领域更广泛 他是一个在发展途径、自学、修身等方面 相当成功的一个人 通人郑冠英对近代中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从轮船招商局到开平抗务局 从上海机器职报局到上海电报局 几乎就参与了所有新兴产业的创办以及经营 更难得的 他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商人思想家 他通过亲身参与羊毛的自强实践 发言、总结和构建了自己的思维体系 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啟蒙以及社会发展 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的 机器职报业是郑冠英诗足比较早的行业 但出师不利 在1878年的时候 为了和英国阳报争夺市场 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沈宝征 受以前四川后报道 彭宇宗创建了上海机器职报局 彭宇宗是总办 而郑冠英被任命为商办 彭宇宗是一身官气 在做生意的问题上似乎不是很懂的 因此两个人很容易产生矛盾 没多久 整盘生意虚得很厉害 他发现官商之间的深层矛盾 成为他怀疑官督商办制度的出发点 在事工方面 郑冠英的贡献大概主要表现在电线电报的创设 电线电报作为新兴的通讯事业 不单是极具商业价值 而且关系到军情国防 外国商人一直想在中国架设电线开通电报 作为清朝政府始终不让他动这东西 郑冠英自自然而因为这样 就开始发展他的电线电报业 他认为电报如果是民用的 肯定要收费 既方便了市民 电报局又多了不收入 如果用在军事的数据更加有优越性 亦说商业化经营电线电报 不单可以盈利 而且还可以用在军事上面 但到了1880年10月的时候 中国第一家电报局 天津电报总局就成立了 盛孙宣怀任总办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 上海电报分局也成立了 郑冠英做了分局总办 由那个时候开始就架设 新户电线 当年年底 郑冠英奉命筹办 广东至上海的电报电线业务 当时他就被投资商公举为中国电报局的总统 成为股商的代言人 到了1882年1月 郑冠英就联合上海电报分局会办 刚折直的富商经元线向李鸿章上书 请求架设镇江到汉口的长江电线 说这样的电线业务很重要 搞定之后对商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同时他和盛孙宣怀一度建议架设北京至上海电线 到了8月份 他再次联手经元线促成浙江电线的架设 随着津湖、越湖、京湖以及长江电线的架设 那么中国东部地区的电报通讯网络 就开始初具规模了 《轮船航运》是郑冠英最熟悉、最得心应手的领域 从开始帮补讯阳行滥载 到成为公正轮船公司的股东 然后又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 他已经在这个新兴的行业里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 因为得到他帮手 唐庭书才能够和太古轮船公司就签了那份齐驾合同 结束了双方的恶性竞争 令到轮船招商局就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了 其实在唐庭书接手轮船招商局的那一日起 他就已经开始拉拢郑冠英入局 而太古方面也出高价挽留他 郑冠英再三考虑 只肯入股就不肯入局 到了1881年的时候 唐庭书就为了提升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能力 广招延采又一次积极拉拢他入局 当时郑冠英就已经对那个 官督商办的运作模式就产生了怀疑 并且提高了警惕 所以他想到 官督商办这个局 权粗在想 不若太古知我之真 有合同可持 无意外之类 所以他又一次拒绝了唐庭书的盛情 仍然说只是想做一个有股份的股东 其他的事就暂时不考虑 意思也很明白 也说不想入局 到了1882年的时候 郑冠英和太古洋行的聘旗就已经满了 唐庭书、徐润、盛宣淮等人借几日再次劝他 喂 责以大意 到了这时候 郑冠英才肯说 哦 这样啊 那就我不再和太古签合约了 于是 就接受了李鸿章的委派 做了招商局的帮办 在郑冠英的一生里头 他曾经是三进轮船招商局 由帮办、会办而到总办 直到八十岁的临近差不多逝世前 他还被人选为留任董事 那么多进多出 这个也反映出 他对于官督商办这种经营模式的矛盾 和那种无奈 两千多年来 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以重农兴商、重农益商作为基本国策 工商业被轻视 工商业者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郑冠英受到近代西方思想的一种影响 倡导商业立国论 为此 他写下了一系列 关于商战、商务的文章 郑冠英认为 商以茂千有无 平物价 济急需 有益于民 有利于国 与士龙工商商户表里 士无商 格 则之学不宏 龙无商 则种植之类不广 工无商 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是商古 富 据生财之大道 而握四民之光领也 郑冠英首先提出富强思想 将国家的富和强 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富可以使得国家走向富城的经济基础 自度必先富而后能强 从商业立国到先富而后能强 郑冠英以一个商人的视角 灰阻中国走向近代化 走向现代化的一条路线图 同时 随着自己投身洋务运动 亲自到一些官督商办的企业里面任职 郑冠英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在权力统一的清朝底下 他的商业立国论 其实是没办法真正实现的 从朝廷到官府 政府也不可能允许工商业的自由发展 商人的地位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当时 逼于内忧外运的严峻形势 作为清朝政府这样对待商人 只不过是迫不得已 所谓变革改革也是很有限度 不如允许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这种方式 兴访一些新式的企业 但是呢 官员和商人的地位仍然是极不平等 当官商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死商者就不用问了 当然是做生意这个 与唐庭书随润一心信乃官府不同 正观应对权操在上的官督商办的制度 早就已经怀疑了 还在唐庭书呼风唤雨 全面掌握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他直言相告 虽然我现在受到李扶相的气重 但是以后招商局有了起色 北洋大臣就可能不是李扶相了 对于郑官应的警告 唐庭书就没什么很大反应 日后一一应验了 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都还没等到李鸿章离开北洋 唐庭书和徐润就在1884年至1885年之间 商计被盛书怀排挤出局 告别了他们曾经苦心经营了12年的民族航运企业 官督商办制度下官权的确张欲望 是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最终逼走中国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而私人资本或随之退出 又或者附庸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集团 那私人资本的发展 就遇到了难以遇遇的障碍 这就是唐庭书随润此料不及的个人悲剧 也是中国近代合资企业没有办法摆脱的握运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郑官应早就已经预见了 而且还成为了直接的见证人 唐庭书随润的遭遇 令到郑官应有点心寒 虽然应李鸿章 但是他是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完善他的变革思想上 正在认识中 如果政治不改良的话 实业怎么搞都搞不起 旧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绝对不是说搞几间工厂 几间新式的企业就可以搞定解决 作为他是羊毛运动的直接参与人和见证人 而且对西学这方面很熟悉 所以他才可以看到当时那派繁荣表象底下的种种矛盾和潜伏的危机 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构筑起思想体系的一个理论家 是一个揭开民主和科学序幕的一个启蒙思想家 是提出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 按照他平生的经验 就总结出这几句名言 什么名言呢 就是欲养爱情衰自强 欲自强必先自苦 欲自负必先制工商 欲先振工商 必先港求学校 促立宪法 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各位欲之后事如何 就请听下回分解